好,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郭台铭的最新说法 回回头来看到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现在在日本出访 快闪三个小时出席台日观光论坛 跟驻日代表谢长廷同台出席的欢迎晚宴 彼此交情让谢长廷不怕白绿同台的尴尬时刻 此外这趟碰面的众议员 其实都是重量级的安倍左右手 何景克行跟古乌龟斯 对方的确在会面过程当中 也关心了柯文哲到底要不要选总统 台上焦酒庄象征台日观光论坛启动 市长柯文哲跟驻日代表谢长廷同台出席晚宴 一离开主会场两人马上展现好交情 对,都很敏感 我怎么样也不对 所以我也希望说韩国瑜来 让我表现一下说外交是超越党派的 相较于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来日本 谢长廷这一趟会陪柯文哲好几天 原来双方在2014年竞选期间 就奠定好交情 市长因为跟民党关系有点紧张 紧张? 有啊,没有啊 你这样一讲我坐在这里一直紧张起来 蔡总统是我们的主席 那是我们的总统 他批评蔡总统我是不赞成的 没有因为白绿关系深变影响两人情谊 连核石进口相关议题彼此看法也很接近 这个核石的问题就是台湾是政治化啦 我坦白讲你看世界现在谁在进核石 进核石的都是跟日本不好的啦 不过其实论坛之前 柯文哲铁人行程拉车拉车又拉车 因为要见面的众议员都是重量级 他就是担纲日美特使的众议员何景克健 跟柯文哲并不陌生 上回相见在台北来不及好好吃个饭 彼此送礼留下好印象 另外一位众议员古物龟司2016年蔡总统上任时 他曾代表日方来祝贺 同样堪称是安倍左右手 这回播控跟柯文哲碰面 原来他们都关心柯市长到底要不要选总统 我都用那本日本那个人路来回答 用那个汁田信长跟德川家康的话回答 反正讲完大家哈哈大笑 果然日方很关心柯文哲到底要不要选总统 这趟行程也等于是为他的下一步累积能量 以上是记者吴玉璇刘一俊在日本东京采访不到